前面说我们的向心力跟什么半径啊 跟什么快慢配合就变成一个圆嘛 跟你讲说他如果不够了 我们会飞出去嘛 他怎么会飞怎么飞不去 沿切线飞出 我们的顺时速度方向是沿切线的 向心力消失没有了 他就惯性保持越来越冲出去 他会沿切线飞出 步足的时候也一样 但步足会有点小小的不同 我们就先不要管他 我们就说他就会沿切线飞出 沿切线飞出 像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 那么这样转转转转 他的切线 然后叹叹断他就冲出去了 就是重点就是他会沿切线飞出 等一下就跟你讲过这个机策考过 来像这个转雨伞 你快速转雨伞 所以我们都玩过这种游戏吗 快速转雨伞水就会飞出去嘛 对不对 所以又是沿切线飞出去的 然后沙伦基磨金属的时候 火花向上的图片所显示的这样 大家图片所显示的这个火花是沿切线送出去的 右边的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火花沿切线飞出 来练球就是机策考这一题 练球知道吗 有个球神转转转转转转转把他丢出去那个 就机策考这一题 你这里放手球怎么飞出去 所以练球就能要掌握住放手的时间 如果放出他就会偏到别人的地方去 在范围内就还好 如果放到范围外就完蛋了 那球就会飞出去炸到别人的身上里去 OK 练球转转转转停 放手 咻 切线飞出 机策考过这一题 脱水机脱水 等一下会提到离心力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 一般人容易理解的话 叫做转转转离心力很大 所以就甩出去了 但是正确的说法是 水滴跟衣服的摩擦当向心力 转很快的时候 向心力不足就沿街线飞出 现在洗衣机做的比较 更不同 最后洗衣机会有个洗衣槽 会有个脱水槽 会有个桶子 上面很多的动动 然后丢下车转很快 然后水滴动动里面跑出来 然后拖水的墓地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向心力不够 车子我们前面跟你提过了 车转慢要减速慢行 因为速度越快 半径越小 需要向心力越大 那你如果不减速慢行 开很快就很大很大的向心力 可是你车子的向心力不够 他就沿切线飞出 就弄表 就弄表 跟你讲过 我们家附近的极弯 就出了很多次车祸 就是转不过来 就弄表 就撞到中间的护栏上面去 所以如果容易出车祸 都是沿切线飞出的例子 好 OK 我们找可爱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已经不存在了 好 这个小女生存在 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8号 他不存在 8号 8号没有来 他又消失了 OK 来 那么4号 好朋友 4号 你就是前面人把话重复一遍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 你说 沿切线飞出 然后我的向心力不见了 他的顺时速度方向是切线方向 他就会沿切线飞出 沿切线飞出 惯性的惯性就飞出去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重点 考试的重点 如果向心力不足 消失会怎么样 物体会沿切线飞出 OK OK